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 毛一祥副局长到我们中国日报华盛顿的演播室来做客 欢迎您毛局长 谢谢 此次您带了副美国企业品牌传播与新闻发言人培训团到美国来访问参观 请问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能简单介绍一下代表团的一些情况吗 我们这次代表团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组织 参加了由中央企业 中国大型国语企业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 来美国参加培训 来参加培训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美国新闻媒体运作的一些方法 探讨了解中国国语企业走出去 探讨了解中国国语企业走出去 进行企业形象宣传这方面的一些做法 对我看您这个就是专题培训讲座的内容啊 有包括对美国政府的一个了解 还有新闻发言人素质培养 另外还有危机公关与媒体应对 参观了这个国会山庄 白宫 还有新闻博物馆 在新闻博物馆呢还专门做了一个就是美国新闻制度和历史 严格渊源的这么一个讲座培训 那请问一下就通过这么多的 刚才还是采访 参观了那个华盛顿邮报的总部 那么通过这次的这比较简短的这样子的一个两天的访问 对美国的一个印象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此行团员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们这次来的参加培训吧 这个设置的范围比较宽泛 一个是美国社会 美国的文化 要进行了解 第二个呢 美国的新闻制度 以及新闻这个媒体的一些运作情况 这个我们要进行了解 第三个呢 就是美国的一些企业在公共关系和媒体应对方面的一些成功的经验 我们也想了解和学习 总的目的是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为了使得中国的企业 在走向国际 走向这个世界其他国家过程当中 能更好的让世界各国的人民能够有所了解和理解我们 对就是现在啊 就是越来越多的央企 大型国企啊 就是纷纷的走向海外 海外并购投资 但是呢 也特别是在美国 也近年来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有一些公众的信任危机 还有一些就是对中国企业这个 就不透明的这种情况 有一些反应 所以呢 就想问一下 就是您觉得 现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 走向美国 最大面临的最大的一些挑战是什么呢 应该这么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啊 中国的 不管是国家社会和企业 开放程度是越来越大 透明度也越来越大 这个过程呢 是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30多年呢 是我们中国在社会进步 开放方面是走得最快 最好的一个事情 但是一时同时呢 应该也应该承认 因为中国长期来的闭关锁国 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啊 应该说还是缺乏 在某种程度上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中国人对国外的一些了解 举例说对美国的了解 对欧洲的了解 这个了解 都比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 可能还更多一点 对 因为我们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 一种学习的心态 我们不断的派出人员走出来 不管是商务的也罢 这个私人旅游的也罢 孩子们学习的也罢 都来不断的来了解美国 这个了解欧洲这些啊 这个 但是相比较来说 说实在的 我们感觉到这个美国啊 欧洲啊 这些外国啊 就是我们西方国家 对中国了解 可能还是有一点 还是不太够 这有些话呢 就说起来的时候 给我们感觉 还是我们中国 三四十年以前的那个中国 有的甚至更早 甚至更早 还是缠着小脚 留着大肠垫子的 有种的 那已经是不是当今当下的中国 那今后啊 作为就是国资委训创局 这一块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就是能够向海外 更好地讲述中国的企业文化 中国的企业故事 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和安排呢 像类似于这样的培训项目 我就认为非常的就是合适 我们这方面呢 是想了就是有这么几点 一个呢就是 想了要更好的 以这个西方国家 就是美国 欧洲国家 人们更容易接受的一些方式 这个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也进一步加大 就是我们一些大型国有企业 这个有关新闻发言人啊 共务关系的主管部门负责人啊 这个人员到国外来了解 来学习理解 了解这个美国的 美国人民呢 就对一些事物的判断的方式 和他的价值 价值理念 能够构起更好的理解桥梁 感谢观看